走樓梯 十四街 然後居然跌倒 再重來 也是極信念 重來就怎麼樣 我腿真的被拉了一下 我真的假的 你有啦 哈哈哈哈 小豬 據說東湖大學的女鬼橋 在5月12點 原本是三層的階梯會多出一間 這個時候千萬不要回頭 因為女鬼可能就在你身後 我們是不是在階梯上回頭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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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格如記在恐怖電影 女鬼橋改編自真實少人撞鬼事件 但長大的怕在拍攝的時間 可是什麼都不害怕 最後一場戲 我才發現事情的真相 可以這麼說 然後 終於跟女鬼同胎 因為我每天拍的時候 早上就看到那個女鬼 已經開始化那個特性妝妝 然後等到她化完之後 就晚上了 我就收縫了 算是我第一次演到 有一點點像被綁架的感覺 因為我後來就是被綁住在地上 然後 嘴巴被捂著 膠帶貼著這樣子 然後你只能用眼睛去表現你 你真的很害怕 然後 你不知道她會對你做出什麼樣的事情 就是 我記得那一場戲眼睛網 都是寫詩 因為你就是一直一直覺得好像會 什麼東西會在我後面出現這樣子 對那一場是我覺得蠻驚悚的 那妳就拍攝過程當中有 有跟誰討論一些表演 哲西 她是我遇過 化身很多的一個女 她很會分析 然後她因為以前可能是科班生的關係 她很會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劇 她在跟導演討論說 那她覺得那場戲哪裡有一點點不順 或者是她想知道哪裡是用手持拍的 也有很多部分是像直播的畫面的感覺 哪裡用手持拍 哪裡是會切到攝影機 然後我那時候對她真的很刮目相看 是因為 嗚呼 我知道我可能不會想到這些 我想拍就是拍 你不會去特別思考到說 那哪裡是用尼巴拍 那她會用什麼樣的表演方式 那哪裡是用大型的機器拍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這個是讓我覺得 她想得非常非常的細 然後完全對她就是 就是在她跟她對戲的過程中 是學習到很多的地方 而她二度界沒體驗角色 對戲者工作也很難體諒 後來開始有感情對象之後 那個焦點都關注在妳的感情上面了 比較少放在作品上面 會很失落 剛開始真的有 然後妳就覺得 也很難掩蓋這個東西 因為她的光芒就這麼大 妳很難說 讓大家完全忽略她 剛開始的確會有點覺得說 欸好像我不管在怎樣努力 或者是我排導我很喜歡的片 大家還是會就是講到她 現在我完全接受 而且很習慣 因為她畢竟就是我生命中現在 未來未來是家人的一個人 沒有必要去擺脫她 然後我甚至覺得 有一些人就是看到我們的一些新聞 他們其實是覺得很幸福很什麼的 那我自己後來覺得 那妳把這種不正向 然後有愛的感覺傳給大眾 也沒什麼不好 所以其實我現在完全 就是不會遞會再聊到 欸又要把我跟她扯在一起 其實也不會了 如果你不接受 然後每次人家問妳的時候 妳都說不要問妳不要問 妳不可能這樣一輩子的 妳只能換一個方式走 讓妳自己舒服的方式 所以我其實現在就覺得 欸那真的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 就是這樣子 那妳們婚禮應該會如期舉行吧 假設真的有一點嚴重的話 我們真的就不犯了 那順情自然吧 對啊 犯